宝贝,快戴上小红帽,你去把这筐鸡蛋送给乡下的外婆好吗? 啊啊,把这样完成任务,天黑之前一定要赶回家哦。 这里有两条路,哪条是去外婆家的路呢? 这条路上,好多尖利的石头,中间还有大裂缝,肯定不是这条。 另一条呢?这条小路很平整,还被鲜花和绿树包围着,肯定是这条好路。 等等,警示牌上标注着这条路有狼出没,野狼肯定会选择破路出没, 肯定是标错了,外婆我来了。 这条路走起来果然很有意思,被花儿和蝴蝶包围着,这明明就是一条幸福满满的路嘛,我喜欢这条路。 嘿嘿,糟糕,是狼叫声,看不见我看不见我,小声一点溜过去肯定不会被发现。 站住,糟了。 看起来好嫩的小孩子呀,你的肉吃起来一定很可口。 他想吃我,赶紧逃。 快到我嘴里来,我的小天仙。 别吃我,我没洗澡。 倒手的肥肉,我可不会让你跑掉,乖乖乘我的食物吧。 哇,实在是跑不动了,追上来了,赶紧躲篱笆后面。 吃了你,奇怪,跑哪儿去了? 千万不能出声。 小兔崽子跑哪儿去了,知道的必须告诉我,去前面找找。 等等,草丛里面有动静。 来了只小老鼠,小老鼠你别过来。 糟了,发出声音了。 小红帽,我已经看到你了,颤抖吧,食物。 哈哈哈哈。 身上死定了。 抓到你了,原来是一只小老鼠,真是扫兴。 哼。 我,我被吞了吗? 大灰狼呢? 走了,吓死我了。 得赶紧赶到外婆家。 终于到达外婆家了。 外婆,不在家吗? 外婆,外婆,贝儿给您送鸡蛋来了。 奇怪,外婆到底去哪里了呀? 外婆。 是那个小女孩的声音,终于被我找到了。 声音就是从这里传出来的。 嘿嘿,你逃不出本狼的手掌心的,先监视一下屋内动静。 我先把房子收拾干净,外婆回来看到一定会很开心的。 嘿嘿。 原来是在等外婆? 坐等外婆回家,有人在敲门,保险起见,先探她猫眼。 保险心意呀,我是外婆呀。 是外婆回来了,快开门。 不对,外婆没这么撞,她有狼脚趾,她不是我的外婆。 丑灰狼,你别装了,我是不会开门的。 什么?居然被识破了,还敢骂我丑? 你可以骂我蠢,但我不接受你骂我丑,本狼可是外貌协会的。 赶紧把沙发推到门口,把大门挡起来,有备儿守护,大灰狼休想进外婆家。 赶紧开门,本狼又发怒了,门打不开,那就想想其他办法。 屋顶上尸,是个大烟通? 对呀,钻打烟通可是本狼的长相。 道理是什么双烟?奇怪,烟通怎么突然落这么多灰? 是大灰狼顺着烟通进来了,完,完蛋了,现在该怎么办? 灶台,灶台当然要架上熊熊燃烧的柴火呀。 着了,那就迎接迎接它吧,燃烧吧,愤怒的火焰。 怎么这么烫脚,我,我堆,烫烫烫烫,我的狼腿子,我一定会回来的。 呃哼,飞喽,战狼大作战,成功,我是战狼小勇士喽。 嘿嘿,怎么又有人在敲门,难道大灰狼回来了? 贝儿,我是外婆,快开门。 这次是真的外婆回来了,谢谢。 真外婆? 外婆快点进来,外婆,我跟你讲,刚刚大灰狼想顺着烟通爬进屋子,被我用火堆赶出月球了。 大灰狼,万幸我的孙母没事,聪明的小家伙。 谢谢外婆夸奖。 嘿嘿,对了,外婆,这是妈妈让我给外婆带的鸡蛋。 谢谢宝贝,外婆也有礼物要送给你。 哇塞,好漂亮的小裙子呀,我好喜欢呀,谢谢外婆,外婆我先回家啦。 注意安全哦。 得赶在天黑之前回家。 路是两个岔路口。 这条路更好玩,走这边吧。 我才不要走这边呢,这边有可怕的大灰狼,我还是走取着的小路吧,小红帽回家喽。